各位你知道吗 Windows本身就有剪图的好用工具 而且非常的简单好用 我们现在就来跟各位讲一下它如何被使用 请你在开始这边直接输入检取 检取之后会出现这里有一个检取工具 我会建议各位先把它盯选到你的工作链 工作链是这个地方 所以当你盯选到工作列之后 它会出现在你的工作里面 那这样有助于你要使用的时候直接去点选 那这是点选出来的长相 那也就是说我们要使用剪图的时候 假设我要剪这个地方 电脑萤幕上有出现的地方都可以拿来把它剪下来变成一张图片 那所以呢当我们直接去点新增 那这里它就会整个画面变暗 那这时候呢你是停留在这一个第一个长方形检取工具的 你就可以去框选你所要检取的一个内容 框选之后它就会直接变成一个图案 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还有需要做一些助记 你就可以在这边直接去做助记 做完助记之后呢可以直接做储存的动作或者是复制 这个复制就可以让你直接贴到Word贴到简报贴到文件档去 那你也可以直接按存档 然后看你存在哪边给它一个什么样的档名 它就会用图片档的方式存在你所储存的位置 选定的位置 那这是它的使用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讲它进一步的设定 在检取工具里面 开启检取跟绘图的工具之后 请你点选设定 点点点这边有一个设定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会建议你先把自动复制到剪贴部 把它打开 也就是说你在剪图的同时 它会直接把它复制进剪贴部 那所以将来你在使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把它贴到Word 不用再经过一个复制的动作 少按一个按钮 那这边请各位就设定一下 使用Print Screen开启画面检取 然后它会问你要不要切换 就直接切换 那它会进到那个键盘设定这边 那你可以往下找 这里有一个Print Screen 使用Print Screen的按键来开启荧幕检取工具 请你把它打开 当你打开这个按钮之后 以后你键盘上面的Print Screen按钮 你可以等一下 按一下它就会直接出现这个工具 那你就去可以去直接去选取你要检取的部分 然后它就会直接贴到你的剪贴部去 那所以这时候如果你有开启Word软体 那你就可以直接贴上 直接贴上 这样就可以使用了 那另外呢 它的检取工具里面 它的检取工具还有这个 这个是手会多边形 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画 你要剪的区域 这样子也可以 或者是 视窗检取 就是说如果你有某个视窗 那么你可以直接按 Windows Screen的时候 你移到你的视窗 直接点一下 它就会只有选 这一个视窗的东西 你就不用去框选 那最后一个呢 是整个萤幕 全萤幕 你点一下它就把整个萤幕 复制起来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检取工具 而且不用另外装任何的软体 介绍到这边